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情有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个疾病,叫代谢性脂肪性肝病 现在呢,在我医院做体检以后,一查就会有脂肪肝 脂肪性肝病影响大概有两到三亿的人群 影响了中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脂肪肝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因为有一部分的脂肪性肝病可以进展为肝硬化 甚至是肝细胞癌 所以我们还要引起重视 那么脂肪肝到底如何得的呢 当然是吃的太多,运动太少 最好的办法是少吃多运动 那有些人说了,我不想少吃 我还愿意吃饭,那怎么办呢 调整饮食的摄入量 进食频率以及调整饮食的时间窗口 已经成为改善和延缓疾病发作 以及衰老的一个有利的方式 其中有一种方式叫限食进食 在不限制热量陷入的情况下 每天进食限制在4到12个小时的时间窗口内 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干预措施 2024年7月29日 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团队 以及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 他们联合在世界顶级期刊 Cell Metabolism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限时进食可以部分的恢复 这个高脂饮食维养的小鼠肠道内微生物菌群的一个情况 增加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 通过微生物菌群多样性的改变以后 改善了宿主的代谢 这表明肠道微生物菌群可能在限时进食中 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研究中 对患有代谢性关性脂肪性肝病的人类患者 还有小时的模型采用了10小时限时进食这个方案 就是对19名脂肪肝的患者进行10个小时的限时进食 早晨7点在晚上5点之间进食 其余的14个小时不可以吃饭 4周后他们的肝功能全部得到了改善 进一步分析显示 经过10个小时的限时进食后 肠道微生物菌中有一种重要的细菌 叫扭炼瘤胃球菌的风度是显著的增加 并且这种肠道菌群定食就足以模拟现时进食 对这个脂肪肝的有影响 总之该研究就确定了 叫扭炼瘤球菌以及其代谢产物 叫二缩级四甲级物酸 在这种现时进食中 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的结构 来达到改善代谢的这么一个情况 改善脂肪性肝病 当然5加2清断食也具有这样一丝的效果 所以对于一些经常爱吃的人来说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现时进食 那么对于脂肪性肝病都是非常有益的 好 那么今天你了解现时进食 对于脂肪性肝病 对于我们的代谢健康它的好处了吗 也欢迎大家关注气候医生共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 对于脂肪性肝病都可以尝试一下